好 薰愛 很漂亮的女生 可是 妳也會自我懷疑對不對 奇怪 為什麼我常遇到的都是 短命的戀情 而且 對方都把妳當備胎 把妳當備胎意思是什麼 跟妳交往分手完之後 她就結婚了 就是 我覺得甚至更誇張 她如果就結婚 我就認了 但她其實就是 就是腳踏兩條船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說 什麼漂亮的女生 感情一定很多不缺男友 或什麼其實是不對的 沒有這個說法 漂亮的女生 我覺得反而 感情很容易坎坷 人家不是說紅顏薄命嗎 打開這個感覺吧 妳有 對紅顏薄命這四個字 妳是有感受的嗎 有感受 我覺得古人說的話 都蠻對的 其實可以感覺她的心情 有點 很大 就是我遇到的 如果不是說 她可能一開始都很熱情追求 那很熱情追求 可是大概時間都是落在兩個月 只要到兩個月 她就開始慢慢那個熱情度是下降 那下降後我就會想說 發生什麼事是不是熱戀期過了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她這兩個月間 其實根本就沒有跟前女友分手 她們只是暫時吵架 然後暫時吵架就暫時冷戰分手 所以她來追求我 那結果前女友一回來 馬上就把我又切割開來了 我很常遇到這種事 那再不然就是有一次比較誇張 就是也是那個男生熱烈追求 一開始我都沒有興趣 那因為就很容易女生 會被那種雪中送炭 很熱情很積極的那種 你就會覺得 她好像很喜歡我 那你就會覺得 那我給她一個機會好了 那沒想到就是 卸下去之後 就發現 怎麼開始這個人會消失 然後這個人 理由藉口一大堆 那要約會跟朋友出去 也不帶你去 那比較誇張的是有一次就是 在車上 因為車上現在不是都可以連那個 藍牙的音樂嗎 對 我就 我們就在吃 我們就買東西在車上吃 因為那時候有疫情 然後結果呢 說不知 就有一個Baby 連上他那個藍牙螢幕 Baby Baby Baby打來 Baby打來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我說 Baby打給你耶 了解嗎 然後他就嫩住 然後當下我們就全部都凝結 凍結 瞬間凍結 Baby打來 然後就在螢幕上顯示 對 因為他沒有發現 是我發現 我想說 這個歌怎麼是Baby call Baby 然後CALL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Baby打給你不接喔 然後他就 臉就垮下來了 然後他說 其實我很早就想跟你說 可是不好意思跟你說 然後又說了一大堆理由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才知道說 原來又是一樣的事 他女友只是出國兩個月而已 然後女友回來了 回台灣了 根本就沒分手了 你們剛開始在交往 他在追求的時候 你會不會主動問說 你目前確定是單身嗎 還是什麼 他都說 他們都說是單身啊 所以是我 你開始就騙人 對 一開始都先騙人 然後我又很容易被騙 我很容易相信別人 講到這些慘況 有一個最慘的戀情是 你原本 你心裡面已經認定 這男生不錯 應該可以考慮當老公的 對 結果這次還差點害你送命 對 這個故事超級精彩 它精彩到我覺得 我可以把它寫成劇本 然後拿去投八點檔 我覺得這個大家一定超愛看的 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在大概28 29歲的時候 遇到的這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 他就是有讓我一種 第一眼看到他就覺得 哇 就是他了 帥哥 他也不是真的非常帥 但他很有才華 對 他很有才華 像詹老師一樣的感覺 對 就是 行走的荷爾蒙的感覺 行走的荷爾蒙 記性很好 記性 沒有才華 行走荷爾蒙 對 就是 第一眼就覺得說 哇 就是這個人了 我覺得我這輩子 不會再跟其他人交往了 然後那時候 我們馬上就陷入熱戀 然後才在一起大概半年 也決定就是訂婚 連婚戒都買了 立馬 對方也說要 才半年 對你來講算蠻快的 我是一個很容易投入戀愛的人 就你是前面很冷很冷很冷 可是你一旦認定就 好結婚 說哈 一認定就 說哈 全部下注了這樣子 不太好 然後結果後來 我們就是在一起半年後 因為已經說好要結婚了嘛 那對女孩子來說 就會把全部都 以她為重心 那甚至就是工作 那時候工作也 沒有什麼新工作 喔 又來一個女生 對 愛情重於工作 對 女生好像 通告都不接 很容易有這個通病 但我現在不會 所以我經紀人們不要擔心 我怕你在外面聽人 會冒冷汗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半年後 她開始 就是 因為她把我的 把她 把我的世界變成只有她一個人了 那開始她就變得很怪 有時候會讓我覺得說 很沒有安全感 例如說這些網路上 會跟別的女生聊天 留言 然後就認識了 例如會有這種事情 那接下來就是 越來越美礦越下 就是她變成有點陰晴不定 非常陰晴不定 那後來就是我被她弄到一個 其實有一點算是憂鬱症 因為她今天心情好我就在這邊 她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會被摔在地上 哇 妳完全跟她的心情在活喔 對 就是我的心情 我就像她的木偶 被她操控一樣 對 她今天拉我一下我就開心 她今天不拉我一下 我就躺在地上 什麼都不動的那種感覺 對 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理不開這個人 因為那時候所有人 連我媽都反對這個男生 因為我變得太奇怪了 那後來是有一天 我朋友有敏感體質 所以她才就是告訴我說 妳最近有點怪怪的喔 妳要不要去給人家看一下 妳有到這麼怪 需要到人家會說妳 對 我已經 對 我已經 有怪到這樣子喔 心神不寧到那時候我連工作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 在啦啦隊裡面 我其實是不太會忘記舞的人 我在場上都一直 一直忘記動作 就是六神舞組 妳原來是棒球直棒啦啦隊 對 那麼熟悉的動作會跳到這樣 對 就是六神舞組喔 我覺得是一個肉體 肉塊 會跳錯這樣 一個肉塊在跳舞 沒有靈魂 肉塊 對 那很嚴重耶 很嚴重 她的才華是什麼才華 這麼好 她是一個導演 喔 那很有魅力 其實真的蠻有魅力 那很多女生喜歡嘛 因為又年輕 好 然後 朋友發現妳不對了 而且是不對到 她叫我去看喔 不是看女生 是不對到去看 看 卡陰了 卡陰的這種不對 對 因為我們結果看了之後 老師就跟我說 妳身上卡的東西耶 然後我就有嚇到 她說 但是卡的東西不是來自於我 是來自於我那時候的男朋友 然後我就再去問 她說 這個東西是來自泰國 就他們連那個卡的東西 都知道是哪裡來的 她說這是一個樹 我這一輩子沒有遇過這種事 我嚇壞了 她說她是一個 因為泰國那時候很流行 愛情醬之類的 然後她說 她那時候的前女友 為了不想跟這個男生分開 所以她用了泰國的這個樹 去想要綁住她 那這個樹詳細呢 其實是來自一個死掉的女生 然後她還解釋得很清楚說 她是被墓地挖開的 他們看到的 然後結果他們兩個還是分手了嘛 所以這一個靈魂 結果沒有人供養她 那沒有人供養她的時候 宿主就變成我那時候的男朋友 因為她沒人找她討債嘛 沒人要東西 所以她就附在她的身上 那因為我的磁場 她的氣場比較弱 所以她就想要抓我一起走 因為我那時候是已經滴到 就是我只要看到窗戶 我就想要跳下去 我是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太嚴重了 很嚴重 你看我現在看起來 那麼開朗開心 怎麼會看到窗戶就想跳 是沒辦法控制的 就是我在家我只要一看到窗戶 就是有個聲音會告訴我說 你現在就下去 你現在就出去 你就 就是一直有這個聲音很可怕 然後後來我也看到了 看到了這個女生 對 就是她 你看到這個泰國法術 對 當初他們做法從墳地裡 挖出來的這個 對 因為他們為了要那個油 有些他們的那個醬頭 都是要油的嘛 就是所謂的濕油啦對不對 對 因為那時候我在睡覺 那場景就是我家 可是你就看到她就在那裡 她站在你旁邊 她站在你旁邊的話 她就是整個就是 就是要衝向你 就是要抓你走的那種感覺 然後從那天開始 我就沒辦法睡覺了 我就非常的嚴重 因為之前算命的說 我跟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是欺世夫妻的緣分 因為有了這個東西 所以會更加深我對她的感情 我就覺得說天啊 很篤定 我要來聊這個姻緣 對 我們是欺世夫妻 那我們這一次再繼續 就是續這個姻緣很浪漫耶 對 所以又覺得第一眼就是她 所以我真的離不開她 然後又覺得說 哇這個東西是她前女友 那我想幫助她 我先講女生聽到欺世夫妻 哇 我要來圓這段姻緣 為什麼我不知道別人 我是覺得 哎呦 欺世怎麼又來了 快跑啊 很浪漫啊 很浪漫啊 女生會覺得浪漫 會吧 會吧 聽到說 現在男友跟你是欺世夫妻的緣分 應該多多少都會覺得 哇 好浪漫喔 這樣感覺吧 真的假的 欺世的還在黏 真的 有念經的有差 有差 唉呦 快跑啊 那我那時候太年輕了 不懂事了 大部分年輕小女生都 就想說哇牛郎之女的這樣 其實好像不錯 好浪漫 很浪漫 對 所以才會有這段 所以就更認真的投入 對 我就很想幫助她 想要幫助她 把這一個女生請走 我就想要介入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後來我 發現是不能介入的 因為那不是我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已經想要抓我走了 那我後來其實 我不只找過一個老師 我找過兩到三個都跟我說 你跟這個男生一定要斷 因為你只要不跟他斷的話 我可能都會有生命危險 因為我的整個人一直 每況月下 所以後來怎麼走出來呢 後來其實這段故事也非常的玄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基同 也是那種帶天命的 他帶我去就是 慈惠堂 然後他去禀報 中山指揮堂 對 那很大 很大 很大 對 要很正廟 然後去跟這個人做交涉 然後後來做的交涉 就是我必須 還是我必須離開這段緣分 我必須跟他切得很乾淨 那這個東西就不會再來找我 從此我們就分道揚鑣 那你捨得嗎 但是對不對 哭爆耶 雖然已經 哭爆 菩薩坐在上面告訴你 對不起 對 就是這個感覺 菩薩就已經說 這就不是 你就是要分開 你就放手吧 你可以很賭進菩薩 是公平公正的 然後是為你好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做得到嗎 可是那時候 七世夫妻耶 對啊 總共是沒了 下一次又來了啦 還是等一下下一次又有 不要啦 好可怕喔 現在想想覺得很可怕 所以說 你聽到這個建議你哭爆 我哭爆 我在廟裡哭爆 然後後來我就答應了 因為我很痛苦 我也不想要 讓我的家人擔心 因為我的家人已經擔心我到 他們想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還好你還有一絲的 對 因為我媽以為我精神出問題了 她想說她好好一個女兒 怎麼會變成謝斯底里 然後不明事理 然後一直想死 每天一直哭 對啊 她弄不清楚 所以已經到一個 我覺得我必須為我家人著想 所以縱使這麼辛苦 妳還是答應了 然後妳也朝分手去做 對 卻乾淨 這就是三魂七魄裡面 都跑掉 但還好還有一條魂是清醒的 那時候他們也有說 怨人也有七魄 他說那時候我七魄 我五 我只剩三魄 數學好差喔 所以一二三是四魄被嚇走 對 我的四魄被嚇走了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一個空殼 一個黑影 那後來他們在 妳花了多少時間 離開這段痛苦的陰影 這段陰影其實我花了四年 因為我後來染上憂鬱症 正式分走之後 我憂鬱症 也憂鬱症 對 然後又花了四年 花了四年 是需要一段時間慢慢走出來 對 然後就是變成 每一段感情都開始 是亂七八糟也都不好 因為可能我也自信被擊潰了吧 對 在這段也受傷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可能不值得被愛 我的運是不是不適合談感情 我是不是天生都會遇到 不好的男人 開始自我懷疑 對 然後工作也是亂七八糟 六神無阻這樣子 但是關於感情運的問題 女生都還是想要知道說 正緣何時到 對 你講 老師 我的正緣不要那個欺世的 但是正緣是什麼時候來 而且就是說 你還蠻有異國的姻緣是不是 就說它適不適合異國的姻緣 就是我之前去算命的時候 老師是說我的緣分 比較好的緣分就是 是屬於外國人 可能是比較是國外的異國 不會是在台灣 對 所以我也蠻想問問看說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個人在日本是蠻受歡迎的 所以 什麼意思 我蠻受日本人歡迎的 那有什麼機會去接觸到 到日本的交友圈 有接一些工作是有關日本的 可能日本的介紹 或是日本的化妝品 品牌拍攝 都有遇到日本人這樣 會去日本工作 我有去日本工作過 那當然 那就有機會認識很多 對 你看因為老師又說什麼我的緣分 有可能是外國人 對 那我就想說那是不是有可能是日本人 這樣子 這樣 可是你 幻想 可是你原來不是在棒球隊做拉隊 對 你跟棒球隊的球員沒有一點姻緣嗎 嗯 不行喔 想要套我話喔 不行喔 喔 他遇到棒狀會很害怕 所以 就是說有 但是不方便講 沒有啦 就是我們其實都有規定 因為球員跟拉拉隊 是不能談戀愛的 如果球員跟拉拉隊 談戀愛的話 拉拉隊一定要離開球隊 規定啦 這是規定 每一團都是這樣規定的 就像導遊不能跟乘客曖昧 真的嗎 有這種規定 有這種規定 那這樣很痛苦耶 那球員 各個對不對 年輕力壯拉拉隊 這麼可愛 有的公司規定 你好像 對啊 貓老虎的群裡面 放了一隻小鳥在那邊 然後 不准動 忍住 我很可愛 跟你碰不到這樣 喔 所以不可以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足 跟著心向趨吉避凶 這樣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